我听说最近上的这些电影 好评率都比较低 我无所谓啊 反正我也不是来看电影的 你好 请问需要什么 你好 给我两张 最近开场的电影票 然后请绿座 好的 请稍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稍等 行 你喜欢这段吗 他还不正经我 不喜欢 但你看到全身关注的 你确定不喜欢 你离我远的 我怎么了 我对号入座 我的位置就给你正经 你有事吗 有事 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 什么事 这样的事 你说要跟我商量 结果又没有征求我的同意 我不太熟了 我现在终求贵了 我考一百分的时候 也没说自己不太熟了 你给我打一百分 我不计可 下次会哭 下次 不用拯救我的同意 你睡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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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还不睡啊 想你 你不是下午出去了吗 去哪儿了 看电影 看谁啊 庄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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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声音小一点 石英师姐在睡觉呢 现在知道要睡觉了 那你干嘛非要大半夜 回来吵醒人 想过别人吗 庄飞 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了 你要这样针对我呢 让你轻点 不行吗 嫌我声音的 你们唧唧喳喳的考虑过别人吗 我们怎么唧唧喳喳了 我们俩刚才说话声音那么小 你讲点道理好吗 夏灵溪 你真恶心 像你这种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真学不会 干嘛呀 这是 不行 明天我还是得去一趟保卫处 必须给庄飞寄一锅 没事吧 林溪 师姐 庄飞今天这么反常 你真不知道什么原因吗 因为师姐 我应该知道什么原因 庄飞 庄飞她喜欢蒋正涵 这话是庄飞亲口说的吗 她说不说 你自己还感觉不到吗 我应该感觉到什么 石阴师姐 你该不会觉得 今天是我们欺负她了吧 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大家都一个寝室的 没必要把事情 倒成这样啊 好吧好吧好吧 别想了啊 你俩都消消气 早点休息好不好 真为她感到可怜 没事吧 没事 要不要涂药 修妍 这件事你先不要告诉蒋正涵 快去睡吧 没事 爸 小夕 爸爸想死你了 你给 你今儿没上课在宿舍呀 是啊 今天学校没课 我在宿舍复习呢 夏练兴 你把脸够转过来 你 你的脸怎么了 快点 让我看看 把头发掀起来 快点啊 今天和宿舍打了一架 宿舍 不是 今儿大还有这么没素质的宿舍吗 我明天去找你们的辅导员去 怎么还是这样的 妈 小夕已经是大孩子了 这事她能处理得了 你别插手 你明天不是还要飞俄罗斯呢吗 这种事情小夕怎么能处理得了呢 这种坏孩子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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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着急 那个那个小夕 你给爸爸说说具体什么情况 爸爸帮你分析分析 说呀 爸 我这一句两句也说不清了 我跟你说啊 这事不能说过去就过去 秦月呢 我现在给秦月打电话 我让他过去帮你去 没事儿吗 你千万不要找秦月哥说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 这大学什么人都有 你说我让秦月训照顾他 秦月这孩子跑哪儿去了 这是冷静冷静冷静 妈 我就求你一件事 你千万不要跟秦月哥说 人家有自己的生活 不要麻烦他了 而且这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现在事情已经闹得很不好看了 我只想牺牲宁人 行 这事说出去对你以后也不好 那这样 别住了 咱们搬 班家 所以我说